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上一回我们看到在元春的旨意下 宝玉和姊妹们一起开开心心地住进了大观园 从此她就过上了白天开心跟女孩们玩耍 晚上闷骚自己写诗的日子 在前面几回姊妹和丫头们的一再提醒下 身处青春期的宝玉开始有了男女执情的意识 她的小丝名烟投其所好 买了些禁书拿给宝玉看 而宝玉则忍不住挑了其中有文采的带到了园子里 在一个落花缤纷的日子 她拿着其中的西香记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看 刚好被葬花的黛玉看到了 两个人一起在流水落花的意境当中读了这本书 还一起葬了花 很多人一提到葬花 就认为是一件哭哭啼啼悲悲怯怯的事情 其实从上一回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在读完了西香记之后 两个人一起的葬花并没有这种情绪 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呢 那是因为后面林黛玉一个人葬花 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两个人一起葬花的目标是对外的 是西花人不想让那些外人污染这些落花 以及花背后隐喻的女儿们 而黛玉一个人的葬花呢 则是对内的 目标转为了哀叹自己 两相对比 所以显得更加凄凉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读第二十四回 熟悉细节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跳转到讲解部分 话说林黛玉正自情思淫斗 缠绵固节之时 忽有人从背后击了一掌 说道 你做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林黛玉到唬了一跳 回头看时不是别人 却是湘灵 林黛玉到 你这个傻丫头 唬我这一跳好的 你这回子到哪里来 湘灵兮兮地笑道 我来寻我们的姑娘的 找她总找不着 你们子娟也找你呢 说连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给你 走吧 回家去坐着 一面说着 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肖香馆来了 果然凤姐儿送了梁小平上用的新茶来 林黛玉和湘灵坐了 况他们有胜正事谈讲 不过说些这一个秀的好 那一个刺的精 又下一回棋 看两句书 湘灵便走了 不在话下 如今且说 宝玉应被席人找回房去 果见鸳鸯歪在床上 看席人的针线呢 见宝玉来了 便说道 你往哪儿去了 老太太等着你呢 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的安去 还不快换了衣服走呢 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 宝玉坐在床檐上 退了鞋等靴子穿的功夫 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鳞子袄 轻缎着背心 竖着白皱绸汗筋 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 脖子上戴着花领子 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子向上 闻那香油气 不住手磨缩 其白腻不在席人之下 便猴上身去 咸皮笑道 好姐姐 把你嘴上的胭脂赏赏我吃了吧 一面说着 一面牛骨糖似的黏在身上 鸳鸯便叫道 席人 你出来瞧瞧 你跟他一辈子也不劝劝 还是这么着 席人抱了衣服出来 向宝玉道 左劝也不改 右劝也不改 你到底是怎么样 你再这么着 这个地方可就难住了 一面说 一面催他换了衣服 从鸳鸯往前面来见贾母 见过了贾母 出至外面 人马聚以齐备 刚遇上马 只见贾连寝安回来了 正下马 二人对面 以此问了两句话 只见旁边转出一个人来 请保书安 只见这人容长脸 长挑身材 年纪只好十八九岁 生得着实斯文清秀 倒也十分面善 只是想不起是哪一房的 叫什么名字 贾连笑道 你怎么发呆 连他也不认得 他是后廊上住的 五嫂子的儿子云儿 宝玉笑道 是了是了 我怎么就忘了 因为他母亲好 这鬼子什么勾当 贾云指贾脸道 让二叔说句话 宝玉笑道 你倒比仙 越发出挑了 倒像我的儿子 贾脸笑道 好不害臊 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 就替你做儿子了 宝玉笑道 你今年十几岁了 贾云道 十八岁 原来这贾云 最伶俐乖诀 听宝玉这样说 便笑道 俗话说的 摇车里的爷爷 主拐的孙孙 虽说岁数大 山高高不过太阳 只从我父亲没了 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 如若宝叔不嫌侄二蠢笨 认做儿子 就是我的造化了 贾脸笑道 你听见了 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 说着就进去了 宝玉笑道 女儿你闲了 只管来找我 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 这会子我不得闲 女儿你到书房里来 和你说天话 我带你园里玩耍去 说着班安上马 众小四围随 往贾舍这边来 见了贾舍 不过偶感些风寒 先述了贾母问的话 然后自己请了安 贾舍先站起来 回了贾母话 伺候便换人来 带哥进去 太太屋里坐着 宝玉退出 来自后面 进入上房 行夫人见了她来 先到站了起来 请过贾母安 宝玉方请安 行夫人拉她上抗坐了 方问别人好 又没人倒茶来 一中茶味吃完 只见那贾从来 问宝玉好 行夫人道 哪里找活猴去 你那奶妈子死绝了 也不收拾收拾你 弄得黑眉乌嘴的 哪里像大家子 念书的孩子 正说着 只见贾桓 贾兰 小叔侄两个也来了 请过安 行夫人便叫她两个 椅子上坐了 贾桓见宝玉 同行夫人坐在一个坐褥上 行夫人又百般摩梭 辅弄她 早已心中不自在了 坐不多时 便和贾兰 使眼色要走 贾兰指的依她 一同起身告辞 宝玉见他们要走 自己也就起身 要一同回去 行夫人笑道 你且坐着 我还和你说话呢 宝玉指的坐了 行夫人向她两个道 你们回去 个人替我问 你们个人母亲好 你们姑娘 姐姐妹妹都在这里呢 闹得我头晕 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 贾桓等答应着 便出来回家去了 宝玉笑道 可是姐妹们都过来了 怎么不见 行夫人道 他们坐了一会子 都往后头 不知哪屋里去了 宝玉道 大娘方才说 有话说 不知是什么话 行夫人笑道 哪里有什么话 不过是叫你等着 从你姊妹们 吃完饭去 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给你带回去玩 娘两个说话 不觉早又晚饭时节 跳开桌椅 罗列背盘 母女姊妹们 吃毙了饭 宝玉去辞甲舍 从姊妹们一同回家 见过贾母 王夫人等 各自回房安息 不在话下 切说贾云 进去见了贾脸 应打听 可有什么事情 贾脸告诉她 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 偏生你婶子 再三求了我 给了贾琴了 她许了我 说明 园里还有几处 要栽花木的地方 等这个工程出来 一定给你就是了 贾云听了 半晌说道 即使这样 我就等着办 叔叔也不必 先在婶子跟前 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 到跟前再说也不迟 贾脸道 提她做什么 我哪里有这些功夫 说闲话呢 明儿一个五更 还要到新义去走一趟 许得当日赶回来才好 你先去等着 后日起庚以后你来讨信 来早了我不得闲 说着便回后面换衣服去了 贾云出了荣果府回家 一路思量 想出一个主意来 便一进往她母舅 捕食人家来 原来捕食人现开香料铺 方才从铺子里来 不见贾云进来 彼此见过了 一问她 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 贾云道 有件事求舅舅帮衬帮衬 我有一件事 用些冰片设想使用 好舅舅 没要舍四两给我 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 不是人冷笑道 再修提舍欠一事 前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 替她的亲戚 设了几两银子的货 至今总未还上 因此我们大家赔上 立了合同 再不许替亲友舍欠 谁要舍欠 就要罚他二十两银子的东道 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 你就拿现银子 到我这不三不四的铺子里来买 也还没有这些 只好倒边去 这是一 二则 你哪里有正经事 不过深了去又是胡闹 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 就派你一遭的不是 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 也到底立个主见 赚几个钱 弄得穿是穿 吃是吃的 我看着也喜欢 贾云笑道 舅舅说得倒是干净 我父亲没的时候 我年纪又小 不知事 后来听见我母亲说 都还亏舅舅们 在我们家出主意 料理的丧事 难道舅舅就不知道的 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 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 叫媳妇做不出 美米的粥来 叫我怎么样呢 还亏是我呢 要是别个 死皮赖脸三日两头 来缠着舅舅 要三生米两生豆子的 舅舅也就没有法呢 不是人道 我的儿 舅舅要有 还不是该的 我天天和你舅母说 只愁你没算计 你但凡立得起来 到你大房里 就是他们爷们见不着 便下个气 和他们的管家 或者管事的人们 稀喝稀喝 也弄个事管管 前日我出城去 撞见了你们三房里的老四 骑着大轿驴 带着五辆车 又四五十和尚道士 往家庙去了 他那不亏能干 这事就他了 贾云听他哨刀的不堪 便起身告辞 不是人道 怎么急得这样 吃了饭再去吧 一句未完 只见他娘子说道 你又糊涂了 说着没有米 这里买了半斤面 来下给你吃 这会子还装胖呢 留下外甥挨饿不成 补士人说 再买半斤天上就是了 他娘子便叫女孩 盈姐 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 有钱借二三十个 名就送过来 夫妻两个说话 那贾云早说了几个 不用费事 去得无影无踪了 不言补家夫妇 且说贾云 补气离了母舅家门 一进回归旧路 心下政治烦恼 一边想 一边低头直管走 不想一头就碰在 一个罪汉身上 把贾云唬了一跳